我們上週是有檢驗67例的這個境外移入的 定序有成功完成結果 其中62例都是屬於這個比較新興的編譯株 包括BA.4、BA.5跟BA.2.75 其中在BA.5的部分 目前都是佔最大宗 那增加的這個國家還是以這個歐美國家居多 不過也有新加坡跟這個越南的部分 也是增加的 很快速 另外在BA.2.75的部分呢 則是在美國 泰國跟印度都各有增加一例 那目前整個這個 BA.5在境外移入所占我們國內檢出的比例是 已經來到85% 那原來的這個BA.2.75 目前也在穩定的增加中 它的增加的 占比已經到了4.5% 所以這個兩個變異株大概都是目前跟未來 特別需要在格外關注的這個境外移入的一些 比較重要的變異株 本土個案檢出的情形的部分 我們上週 除了有跟大家已經在週間公布過的這個家庭 群聚有新增2名 家人的BA.4之外 沒有再新增其他的BA.4的個案 那新增的變異株的個案全部都是BA.5 總計有34例 其中26例是分布在北部 2例在中部 6例在南部 那目前在全國的這個BA.5 在我們本土檢出的比例 大概是18% 那北部的比例稍微高一點 大概23% 中南部的話 那個比例大概是10%左右 所以跟上一週比起來大概都有些微的一個 成長 但是沒有到說是用比較是 快速成長的模式在進行 顯示說我們這個國人的 這個BA.2 前一波的這個疫情 留下這個免疫防火牆 仍然保持一定的一個效果 還沒有檢出任何的 這個中重症的 BA.5的個案 目前所有的BA.5有定序確診的個案 都是屬於無症狀或者是輕症的個案 那在這個本土的這個34例當中 除了2例是跟接機有關的家庭群聚之外 其他32例都是 目前初步一跳看起來都是屬於散發 個案 那這2例這個去接機的個案呢 他們是一對夫妻 50多歲的夫妻 北部的這個民眾 是在這個7月31號的時候 去桃園機場這邊接這個從菲律賓 進行回國的這個家人 就是兒子的一家人 那在後續這個一家人當中有人確診之後 經過定序檢驗是BA.5 所以在8月11號的時候又針對這個去接機的 兩位夫妻 在進行採檢 那也後續確診定序為BA.5 所以這幾家庭群聚 目前累積有三位 兩位是屬於 本土個案跟接機有關 另外一位則是這個 從菲律賓進化移入的這一位 這個 晚輩一個家人